聖母马尼亚在过去的岁月中 一再地在世界各地显现 就等我们邀请你们 一起前往聖母曾经显现过的地方 法国的路德和葡萄牙的花地马 路德是法国南部一个小镇 但就是法国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徒朝圣地点 因为聖母在1858年2月11日 在一个山洞之外 显现给一个十四岁 木不色丁的贫穷女孩伯尔纳德 聖母前后总共显现了18次 大部分朝圣者去到路德 都会浸入和饮用水泉涌出的圣水 这个水泉是聖母在2月25日第9次显现的时候 指引伯尔纳德去发掘的 从那个时间开始到现在 泉水不断地涌出 无数人因为饮用了泉水 或者浸过泉水 都感到极大的平安 更有病危者 奇迹地得到了治愈 而聖母也在1917年5月13日开始 在葡萄牙的花地马 显然给三个小牧童 信息是圈人灰改 天天祈祷 特别是为平息战争和世界和平去祈祷 梵蒂江是天主教会的核心 到欧洲朝圣的人士 都会到圣伯多禄广场 和圣伯多禄大殿一游 Theresa 我知道你是去过路德 而你亦都很喜欢路德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 可以可以 其实很开心 因为去到路德 其实我的体验就是一个爱字 首先是天主对人的爱 聖母因为对人的爱而显现 还有工作人员 亲人对亲人之间的爱回 在路德 朝圣者是借着大家一起去练玫瑰经 性体游行 浸圣水 苦路善功 和祈祷去与主相遇 我自己的感受 浸圣水的时候是很大的感受 亦都有两个见证 跟我们说一下 好 当时的朝圣 我除了是一个朝圣者之外 我还是一个朝圣的工作人员 所以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功夫 在浸泉水的时候 是有一个圣母像 浸泉水的地方 我一看到圣母像 当我一浸下去的时候 是情不自禁地 是很想奔到圣母像 我之前 但都不用我奔到圣母像 我已经感受到圣母是抱着我的 很强烈的信息告诉我 他说 他说 The way you are now 你的才能 是天主给你的礼物 你怎样用你的才能 去做一些以爱还爱 去为你最少兄弟服务的 就是你给天主的礼物 这个信息是到今时今日 十年后 每当我有一件事 譬如别人会叫我做一些 譬如外德基善工的时候 人性的原因 当然会阻止 但是这句话又浮出来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动力去为主服务 我知道你那次的朝圣 是不单止去一个地方 还有去过其他地方 是的 我们去了六个国家 十几个朝圣地 我最深刻的想象就是罗马 我们还在罗马 聖伯多禄廣场 看到教宗 说你见到教宗这么好 是的 跟他一起练三宗经 跟教宗一起祈祷 很羡慕你 是的 很多团友都喜极而入 嗯嗯嗯 我也知道身边Fatima 亦都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朝圣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好 在葡萄牙的法地马 感受量多 因为姓母 我从小到大都很依靠姓母 经常念玫瑰经 很多事她都帮了我 就算我身体有少无病 我求她立即可以治愈了 那我们当晚去到Fatima 时天气很晚了 但我们一样又去旬行 那时很感人 我们就发觉 真的感觉到姓母的临在 但是我想你 给到你自己 是经过这个朝圣的旅程 有个这么特别的体验之后 是真的可以给到你自己 有一个 会不会更多的信德 这样呢 当然有 嗯 那时都更加信教天主 就是觉得天主和我们很接近 我知道Fatima 你呢 其实每年都会去朝圣 其实为什么你每年都要去呢 因为我去完 回来呢 每次天主给我一个惊喜 嗯 接着呢 我所求的东西 全部都是搭养了我 就说我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身边的近人 他们每个都变得很虔诚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那朋友呢 他平时就下班 就跟我一起去购买的 是 但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不见过去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不喜欢购买呢 因为现在去到姓唐嘛 哦 OK 哇 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就问我 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去圣堂 我说 因为我们在朝圣那里 听到很多神佛讲的道理 就是平时教堂听不到 因为我们在车道 神佛讲了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觉得 就是天主的临在 整天都觉得很大恩宠 只要你相信他就可以了 那么他就说 那么多的教 为什么你的教是真的 我说 因为我们是中途传来的 如果你发觉 我们哪个教 你不是很信的 你就去看你的历史 结果他看完所有的历史之后 他始终都跟回我们的圣堂 正经给我们这个教 是他最舒服的 那我就真的好多谢 Therisa和Fatma 和我分享了你们朝圣的经历 各位朋友 我们听了这么多 那么丰富的分享之后 我相信大家对于朝圣之旅 和他们的好处 都会多了一些认识 不过 我们在下一集的生命恩全 会继续请来不同的朋友 和我们分享他们其他的朝圣体验 和讲一些其他的朝圣地方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错过 下一集见吧 主油 我们来同样时间再见 人一生醉如干 艳阳宗斯多 遥眼如若抹爱 彷彿天空 左隔了光线的长晚 请几结静我心眼 长留着爱的恩全 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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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准备